台北國際電玩展人氣搶搶棍 熱門手機電玩遊戲 特別請到藝人陳妍希代言 陳妍希一襲白色洋裝 宛如水中女神 一出場 歷盡引起粉絲熱情歡迎 很開心啊 因為真的覺得很榮幸 因為神魔之塔 是我很喜歡玩的遊戲 然後他也有非常非常多的玩家 就是身邊周圍的朋友 很多都是他的粉絲 所以就覺得真的很榮幸 又可以當他的代言 陳妍希還為電玩遊戲 拍攝一系列廣告 扮演各種元素的女神 不僅造型多變 也讓她大呼過足戲影 談到拍戲 陳妍希眼睛就亮了 她表示 去年接拍校園喜劇電影 年少輕狂 再度飾演學生妹 將以全新面貌和大家見面 其實我並不排斥 接學生妹的角色 那時候主要接下來 其實就是覺得 劇本寫得還滿好的 然後跟那一批 跟年輕的演員合作 然後導演 導演其實整個團隊 都非常的年輕 然後開會聊天的時候 就覺得很有朝氣 很有創造力的感覺 會擔心被定型嗎 因為我覺得其實 沒有刻意 再接學生妹這樣的角色 可是也沒有刻意去迴避 因為我覺得就算是 演學生妹 就是每一個人都當過學生 可是每個人的故事 也都會不一樣 我覺得跟不同的人合作 不管是導演還是演員 就會有不同的火花 所以其實沒有特別擔心 電玩遊戲廠商為了吸引玩家 舉辦Show Girl 角色扮演投票活動 Show Girl們大放電眼 擺出性感又可愛姿態 把握最後機會向玩家拉票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神魔女將 那我是洪玲 我是倩倩 我是小雪 你們還沒把票交出來嗎 趕快投給我 謝謝一直以來 支持神魔女將 支持倩倩的粉絲朋友們 這麼認真的在拉票 剩最後一天了 再加油加把勁衝吧 今年電玩展 由於廠商積極祭出 豐富的活動和獎品 參觀人潮上看50萬人次 除了神魔之塔之外 PlayStation也舉辦 遊戲製作人小島秀夫見面會 前AKB48成員版也有美 也為萬代南夢宮遊戲站台 炒熱電玩展的人氣與滿氣 莊社記者羅秀文 張欣偉 台北報導